佼佼智慧,有一位妈妈留言,我带女儿去公园,他老操体游乐场,我带他去的都是桃红柳绿的地方,让他静下心来闻闻花香,感觉他好敷衍。 谢谢这位妈妈的留言,看得出你是一位非常关注孩子教育的好妈妈,因为你不但订阅了这个教育号,而且还留言谈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一些细节。 这种关注是显而易见的,你留言说,孩子老操心游乐场,其实孩子没有错,因为他觉得游乐场好玩,而在你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桃红柳绿风景优美的地方,很多文字都要求家长带孩子去大自然中,好像也没有错,孩子没错,父母也没错。 但好像彼此都不开心,孩子在敷衍,父母看到孩子在敷衍,内心就更烦恼,如何给家庭教育领导一个愉快,而彼此不烦恼的氛围,听起来好像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每一个孩子都是喜欢玩耍,寻求快乐的生命,如何在这个阶段,让孩子愿意接受教育,对年轻的父母来说都是需要方法的。 先提一个小问题,如何让一头牛吃草呢?一种方法是抓住牛脚,或者牛鼻子硬塞给他吃,结果他会感到不舒服,受了约束,所以会反抗,作为喂草的人,他会说我是好心,连牛吃草,都是好草。 可牛为何不愿意吃呢?真烦人,而另一个有经验的牧童,只需要在牛肚子饿的时候,把他赶到水草丰美的地方,然后就不管了,牛子喜欢快地吃草,内心还会感谢牧童,故事归故事,道理也就这个道理。 接下来方法还是要讲的,以下几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妈妈爸爸们,家长要给孩子选择的机会。 在家庭中,父母应该允许儿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以留言中的场景为例,孩子愿意去游乐场,这可以作为选项A,妈妈带孩子去公园或者风景去玩,也可以作为一个选项B。 当然还可以是去书城,电影院,音乐归等,几个选项放在一起,让孩子自由选其一。 他如果去游乐场,那就一定要先去游乐场,但同时要告诉孩子,另一个时段会排除选项A,会在其他里面选。 这样规划即可以让孩子满足第一需求,同时不会成你其中。 同时,对于其他选项,爸爸妈妈也要做充分的准备,要让孩子感受的快乐机极有价值。 如果仅仅是给你的寒风里斗一圈,你以为的大自然。 在孩子眼里就是受罪的地方,例如有的父母和孩子一起策划拍摄一部检业纪录片,事先想好认识什么树木花草,都要记录下来。 做解说,孩子一定会当成人生中的大事,认真提前准备,会在大自然中感到开心充实。 家长不管孩子是什么性格,都要接受当下的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孩子也会按自己的速度发展,成长。 所以家长要知道放开手,与孩子一些自由。 如果,你爱把自己孩子与人家孩子相比的话,容易让他产生错觉。 如果他不如谁,就在某一方面是失败者。 这种交钱贴得越早,孩子会越认同,他会自我投射,因为你的目光,你的期待就这么多。 孩子会非常敏感的,朝着你所想要的样子发展,尽管这是你竭力想要否认的。 但因为你前意识里有这个比较,有这个异效,孩子会接收到这个信息。 例如当你觉得孩子选择游乐场是一个麻烦,眼神里就会显露出某种不耐烦。 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孩子,一直要去游乐场,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天性。 爱玩,爱热闹的一起玩,是天性。 别再讨厌,也无济于事,唯有接纳,没有成全孩子的想法。 同时将自己的想法告这孩子,供他选择,他也会慢慢接纳你。 这时候彼此就有了共识,你说什么他都会听,看起来很顺利。 小之以理,斗之以情,百事不爽。 要知道到了一定年龄的孩子,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是大人想强制如何就如何的。 当然,如那位妈妈留言中提到的那个小女孩,她可能没有违抗妈妈的命令,还是跟着去大自然中赏景。 但她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敷衍了是,这也让父母更觉得难受,以此心情都不爽。 如果孩子不想去跟你去逃红柳绿时,你别一定强制带他去,请他说出不去的理由。 如果他说没意思,天这么冷,这,就跟你们瞎跑,累死了。 这次父母就要摆一次自己的活动方案,是否太过单调,没有吸引孩子足够的兴趣。 那不妨请孩子策划,觉得该怎么在那个环境里玩出去未来,这时就变成一个彼此讨论,头脑红包的形式。 以此讲道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动之日情也好理解。 就是抓住孩子内心的柔软之处,以案例说理,让孩子能接受一些原先看起来他会拒绝的方案。 当然前提也一定是彼此商量,对孩子不要恋做你的赞扬和赏识。 家长要多给孩子赞扬和赏识,这个基本上是有共识,但也要有度,表良是要有地方识,颜值有误。 他给你看他刚做完的某个东西,你不是简单说句很好,而是说,我很喜欢你在文章中论述这个观点的方法。 这样说很发人深信,或你的卡丁车转二十级掌握得好,怪不得一直要去游乐场,是有原因的吧? 等等,孩子会觉得父母在关注他的气节,下次会在某些领域更努力,以获得耐心的肯定。 给孩子的奖励可以不必是大奖。 当他们做得好时,送点像礼物,以此鼓励就行了。 这一点中国父母还没有习惯,他们习惯过年送个大的压碎红包,但其实在一年之中,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可以通过礼物的形式,对孩子加以肯定。 这样他们不会因为茫茫然然的一年而缺乏动力,而是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积极地学习生活,以期待完成目标得到礼物纪念。 万一他们没能达到预定目标的话,也不必因此而愁眉苦连,因以鼓励为主就好了。 以上四点是让父母有一个合适的家庭教育方法。 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妈妈爸爸们能多提供在家庭中的一些引导教育孩子的方法,可以在留言中继续探讨。 期待孩子们越来越棒。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